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圣敬法师 庙子法师 第五位是我们的 圣敬的各位媒体界的老朋友 还有新朋友 今天我好幸在这边见到大家 我前几天到缅甸 去看我们舞台上在缅甸加光的这个浮现 那么刚回来 还有一点时差讲话方面 有时候有点不大清晰 所以请大家包含 那么今天我们加拿大浮教会战胜金色 进行这个信务发布会有两个大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在5月14号 我们进行这个义服节 那么义服节有两个内容 在当天的9点半在战胜金色 进行义服法会 所有的这个法师和信众 在战胜的大雄宝将 进行这个盛大的这个义服法会 那么同时呢 我们今年呢 还有在这个义服节的期间 进行一个短期出家 现在报名了 几十位这个男众跟女众 集市到市面体验这个出家的生活 来感恩世家母流江城的人间 所以在当天呢 有这个行脚脱脱的一个仪式 我相信你们在加拿大呢 是第一次看到 宏书圣 那么第一个这个大型活动呢 就是在六月十一号 我们在第二台国一样 进行第二届家中佛教文化交流中 在这个第二台国一样集办 那么是上午十点钟 这个仪式开始 那么联系七天呢 在那边会展览信孔长老 还有这个杭三世的信孔长老 还有无相长老 他们三位这个大德高僧的书法长 那么十二号下午呢 我们站上京色 会有一个这个水路法会的撒净仪式 什么叫撒净仪式呢 就在水路法会在十三号开始之前 所有的这个法师信众 要来兴坛 就是把战三京色所有的地方 要撒净 那么撒净完要身心清净 场地清净以后 那么来集办这个水路法会 那就会共加殊胜 共加如法 然后到十三号联系七天 在战三京色集办这个水路法会 所以呢就不确定 但是呢 见其智之见其人 你看到他的书法 你可以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